好,那我们先让海哥发侧上 然后大家看看有什么共性的一些动作 还是很明显的没有加动 好,那我们通过海哥这两个动作 你从哪儿,我也再发两个吧 大家从哪儿能看出是左侧上 你感觉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左侧上 我们问问球们 对,你怎么预判它是一个侧上 对,或者是你能不能看出来也可以说一下 对方发的是侧上 击球位置 还有就是拍子是立起来的 对,有没有每个看出来的 往前用的立,非常好 版型 拍子往上钩,非常好 好,海哥你总结一下吧 对,首先第一点就是侧上弦 大家在看侧上弦,第一点就是看它的拍形 对,如果是拍是平的的话 百分之七八十有可能会是侧下 对,它侧下的成分肯定多 对,就这样 假如它发的时候到最后接触球 这一瞬间的时候 我慢动作 一瞬间它是这个 对 接触球了 然后它再往上钩 等会我把那大球给你拿来 这就是,你就看啥 球拍跟球接触球这一瞬间 这个球拍跟球 你别管它怎么晃 怎么晃 就接触球这一瞬间 就是看拍面还是比较准 对,然后你就判断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 当然如果有的时候它侧上是啥呢 它往上钩 对 往上一钩 看这球往上一钩 就是侧上 它就是拍面变化 我认为是整个判断侧上和侧下 最明显的 对 就是大家可能 还是有点看不出来 但是你给大家发一个侧上 第一个是侧上 第二个是侧下 大家能看出来了 侧上它就是 大家仔细看 看侧上 你停一下 大家注意看海哥的拍面 那我侧下我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样一下就看出来了 没事你就体验你自己 看看 这是侧上 我的拍面是侧下 对,他的拍面是侧下 看看 海哥的拍面是侧上 侧上 这就是 这就是区别 如果侧下的话 它就这样 然后我这个拍面是侧上 侧上 咱俩用红色的 可以 可以 这样 对 不是你也用红色的 好的 这回就能看到区别了 对 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俏门 对 其实我认为 最为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拍面 拍面其实是最 就是 但凡是 就算它再厉害 它的拍面都会有所变化 对 它一定是有变化 尤其你给它打熟了 你看它拍面 它角度你都可以记住 它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就是大家是在意点 就是啥意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在打熟球的时候 比如说你遇到这个球球 你总和他打 打个一年两年了 他发上球 你其实你都知道 对 他发什么 为啥会知道 你不用去做预判了 你因为它所有的动作 你就看它习惯就行 对 你看它习惯的话 你都能做出来 所以就好打 如果你跟他打了很久 但你还吃到发球 就是证明咱们没动脑筋 对 没做预判 好 那我们再发一下 请我们再看一下 我再发一个 侧下吧 对 侧下 很简单 它平盘 这是侧下 进入球一瞬间 这是侧下 对 这个是普遍于侧下旋 还有球友说 对方出手 这一下动作太快了 这个只是你判断 对方发球旋转的 一个因素而已 但这个因素 不能只依靠于 判断拍面 那就是 它可以做出很多假动作 你可以看不出来 但是呢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拍面 我有出球角度 我有摩擦方向 我还有 整个的一个速度和弧线的 一起来判断 对 那这个球 它可能我们在判断 正确方面 你的命中率会提高很多 对 那你如果只看拍面 那高手一定会让你 做很多演示 是的 那我们先从侧面 让海哥做一个 别要假动作 不要假动作 让球我们看是侧上 还是侧下 好嘞 来球我们仔细盯住 好 侧上 还是侧下 就我们侧上 还是侧下 来海哥公布答案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就出这一瞬间往上勾了一点 你看 它勾了一下 它往上就勾了一下 其实它往上一勾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大概率它的侧上的成本就很多了 就来纯的 来个稳定的 稳定的 对 大家看一下 这是侧上还是侧下 那这个太明显 侧上还是侧下 球我们 基本上球我们都是侧上 对 对 再发一个 等会儿 海哥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为什么发的是侧上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要刚才说的最重点的东西 就是在技术这一瞬间 你要看拍行 对 就最重点的 它拍面都立成这样了 对 从侧面看都立成这样了 第二个它触球之后 是不是勾了 勾了 就我触球这一瞬间 一定是勾了 但是有的人他喜欢勾 有的人他喜欢向前 你就 你就仔细观察一个人 他如果发球侧下 球我们看 他如果他侧下是这样的 他侧上 他是往前也好 还是往前上方也好 那他肯定是相反的选择 对 因为他有的人他不勾 他是往前用力 对 所以你一定要盯住 他出手这一瞬间的动作 他就会担心的动作 中文字幕——YK